台湾今年选举气氛浓郁 同样的2024是美国总统大选 现在已经完全开始加温暖身 川普要出来 所以他在马里兰州 先为2024他重回白宫造势 他对准的是拜登 说现在叫执政无方 而且他再开支票 说如果他当选 他一天之内可以结束恶物战争 拜登还没有正式宣布争取连任 他最近的行程和政策决定 但是外界都解读说 其实就是为竞选做准备 在3月5号他到阿拉巴马州 参加非裔民权运动周年纪念 他的演说当中批评共和党 和保守派的大法官 是阻碍扩大投票权法 拜登这一次到阿拉巴马州 也被认为是巩固非裔的票仓 美国总统拜登尚未正式宣布 角逐连任 不过近日他的公开行程 和各项政策决定 都被外界解读 是为竞选做准备 5号他前往阿拉巴马州 参加塞尔马市 举办的血腥星星期天 56周年活动 纪念1965年 为争取投票权 而受难的非裔人权斗士 演说中拜登呼吁大家 正式历史 同时也抨击共和党 和保守派大法官 阻挡扩大选举权的法案 拜登稍后与民权领袖一起携手走过艾德蒙佩德斯桥 纪念当年在桥上遭白人警察攻击的非裔人权斗士 拜登当选总统 非裔选民的支持是胜选关键 此心他也是来巩固票仓 为2024角逐连任做准备 不过台下也出现了抱怨的声音 80岁的民权人士批评通膨严重 游行社会福利政策缩减 会让生活更加艰难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纾困计划将在8号终止 政府将停止发放食物补助 大约有1600万低收入户受到冲击 这名63岁的妇女 每个月靠政府的食物券和微薄薪水度日 疫情纾困计划停止后 他的账户收入将从277块美元 降至23块美金 经济问题是拜登争取连任的首要议题 其他连任的障碍还包括社会治安败坏 拜登遭批评执法太轻 为了扫除这项疑虑 拜登不惜得罪民主党自家人 华盛顿特区想在打击犯罪上拥有自治权 并加重罪犯刑责 哥伦比亚特区议会 于是通过了华盛顿特区犯罪法 不过此法遭民主党反对 于是再推新华盛顿特区犯罪法 降低罪犯刑责 共和党也不买民主党的新法 于是提案废除 原本拜登承诺会行使否决权阻止共和党 但最后一刻却决定不否决了 此举等同是支持共和党的研发主张 引发民主党内部不满 美国前总统川普再战2024总统大选 周六在马里兰州参加保守政治行动会议 他炮轰拜登执政无方 还夸下海口 当选一天之内就能结束俄乌战争 川普表示即使未来遭司法起诉 他也绝不会退出竞选 他还要惩罚所有对他不公的人 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反对他的建制派 川普近日还公布了一段国歌合唱音党 演唱者都是参与1月6日国会暴动 而被判刑入狱的人 川普在曲末加上了自己的效忠宣誓 歌曲也被放上串流平台 供付费下载 TVBS新闻总和报道